标题各位已经看到了 我们是前前后后忙活了将近两个月做出来的这个非常离谱的东西 就是用ChatGPT加上VIT语音生辰 加上基于BERT的情绪识别 再加上UE5作为前端 做出了这个能够对话的派蒙 你是谁呀? 哼 我就是派蒙 你的向导和伙伴 难道你忘了我了吗? 旅行者这么健忘可不行 你是应急食品? 哼 你这个家伙 又敢教我应急食品 哇 好生气 我决定给你起一个难听的绰号 就教你炒脚丫子吧 派蒙 我们一起去吃好吃的吧 好主意 我可是提瓦特大陆的美食专家 旅行者 我们一起去找好吃的吧 你想吃什么呀? 那你喜欢吃些什么呢? 呵呵 旅行者 我最喜欢吃的就是各种各样的甜点啦 诸如提拉米苏 马卡龙 蛋糕 不定这些都让我欲罢不能 当然 我也不会拒绝美味的烧烤 活锅和各类美食 只要是好吃的 我都喜欢 提瓦特大陆上你最喜欢哪个角色呀? 哼哼 当然是我最亲爱的旅行者啦 除了你之外 我还挺喜欢青和可莉这两个角色 勤奈有雅的气质和可莉的活力 都让我觉得很有趣 不过最重要的还是我们一起冒险的时光 那才是最珍贵的 怎么样 这个效果是不是还可以啊? 没有太违和吧? 回答的也是有模有样啊 表情和动作基本上也配合得不错 这里我用的是最强的GPT4的模型 回答得非常好 但是回复的时间会比较慢 视频里我们是剪掉了等待时间 不然就得干等好一会儿 就像是和太空中的派蒙聊天一样了 我们也可以用GPT3.5来回答 质量上是确实差了挺多的 但是用3.5的话基本可以做到实时对话啦 除了派蒙之外我也做了一个我自己的数字人 就叫大家数字云飞好了 我们也试一下吧 你是云飞吗? 是的 我现在是扮演云飞的角色数码频道极客观的主持人 请问有什么问题我可以帮您解答吗? 你觉得安卓和iPhone相比的话有什么优势没有啊? 安卓和iPhone各有优劣 安卓系统更加开放 可定制性更高 可以找到各种价格区间的手机 而iPhone系统更封闭 优点是系统更流畅 安全性和隐私保护较好 选择哪种系统主要取决于个人喜好和需求 哎呀 感觉我以后直播都可以拿数字云飞代搬了呀 那我就可以原地退休了是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并不只是来给你们炫耀的 我想好好地来聊一下我们在这个背后用到的各种技术 并且最重要的是我会把这个demo免费地分享给各位 这样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去玩玩看了 那我们就赶紧开始吧 为了让大家的思路可以清晰一点 我们来画一个流程图好了 你先想一想你和数字生命对话的过程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其实就是你把话说出来 它听完之后做出应答 同时它会产生情绪变化 产生表情和动作 对吧 那这个流程的第一步肯定先得有语音识别 把你问的问题说出来的话转成文字 这个文字进到GPT之类的语言模型里 它会回复你 那我们一方面要让电脑用人类的语气念出它回答的这段话 另一方面我们要做一个情绪识别 把这段文字是高兴还是生气还是什么别的情绪 给它判断出来 再给画面上的数字的人做一点表情和动作预设 来把这些情绪表达出来 这一整套东西配合起来 我们就能够和数字生命正常的对话了 那我们一个个来看 首先是语音识别 这个相对是比较简单的 我们这里用的是阿里达摩院的Paraformer 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中文语音识别模型 并且阿里开源了很多他们训练好的模型 有我们用的通用版 也有针对金融和音视频领域的特条模型 专有名词的识别会更准确 那我们就不用自己训练了 直接用通用模型推理就行了 实测下来这玩意识别准确度是非常高的 比很多手机上自带的语音输入法还要来的准 那用在我们的项目里肯定够用了 把我们问的语音识别成文字之后 我们就要把它扔进ChatGBT了 我们平时直接用ChatGBT的话 都是在它这个网页上跟它对话的 但是我们的程序要想使用ChatGBT的服务的话 可能更正规的一个办法是调用ChatGBT的API OpenAI他们是提供了API 给第三方程序使用的 用API的话响应速度也是最快的 基本上可以做到实时应答 但是缺点就是我们目前可用的API 就只能支持GPT3.5了 3.5的话派蒙和云飞就会比较笨了 尽管OpenAI是开放了GPT4API的申请的 但是我排队排了两个月 至今都没有排上 就算能用 我估计这个价格也不会便宜的 想想还是算了吧 不过没有必要灰心 咱们想用GPT4的话 其实不一定要用API 毕竟只要是ChatGBT的Plus会员 你都是可以直接在网页上用GPT4来对话的 这个事也好办嘛 我们直接抓网页 不就能用GPT4了吗? 我们完全可以开一个网页之后 自动输入我们的问题 然后抓取网页版给到的输出结果 抓网页这个操作具体就是需要开一个浏览器 自动登录 输入文字 感觉想想还是挺复杂的 不过好在Github上面已经有其他大神 对网页版的ChatGBT抓了一个包 然后逆向出网页版使用的API 我们只要在用过一次网页版之后 抓取浏览器的cookie 获得咱们账号的权限 就可以直接在Python里调用了 所以最终落实到我们的程序里面 就涉及了两个方案 想要实时应答 不需要那么聪明的话 就直接调用API的GPT3.5 这个OpenAI会给我们按照流浪来收费 但是我做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 就是让在座的各位白嫖我们 你们尽管用就行了 如果开销太大的话 我们到时候就有限流嘛 而想要得到准确聪明的回答 可以接受速度慢一点的话 或者说我们的API 如果被你们薅没了 挂了的话 那你们就可以用网页版来抓取回答 GPT3.5和GPT4都可以用的 后者就需要你自己有Plus账号了 这里我们还做了一个小优化 就是大家知道GPT是一个字一个字的推理出来的 遇到像GPT4这种大模型 你这一个字一个字奔出来 你想等它回答完就会特别煎熬了 要等很久 稍微长一点的回答 你可能等它个一两分钟都是很正常的 这要是放在对话里 你跟人说一句话 它两分钟之后再回答你 这谁说得了 对吧 但实际上 我们人类在对话的时候 肯定是有一句说一句 不用等整句话思考完 再一口一气说出来吧 所以与其等GPT返给我们完整的这一整句话 不如在它推理完第一句话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后面的语音和情绪的计算了 与此同时 它下一句话还在同步的推理当中 这样就等于是并行了 这样优化完 那你跟它对话就可以不用等那么久了 笨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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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是优化了一下对话效率吧 我们把GPT这个文字处理的管线接好之后 就得让它来角色扮演了 但你直接问它 肯定不行嘛 因为它现在还是Chad GPT 它不是派萌啊 你现在让它模仿 它只会告诉你它是一个摸得感情的语言模型 你最喜欢提瓦特大陆上的哪个角色啊? 所以我们要做什么呢? 就是用提示词催眠Chad GPT 让它觉得自己是派萌 前面这部分是拿猫娘的催眠咒语改的 后面这部分我加入了一些派萌的性格介绍 还有给它塞一些派萌的语录 让它学习一下派萌的语气 由于GPT4可以支持比较长的输入 所以稍微的多写一点提示词 让它更熟悉派萌也是可以的 但对于GPT3.5 我们就得准备一套不同的提示词了 因为允许输入的长度更短 要大幅的精简描述才行啊 说实话论角色扮演 还是最早的new being效果最好啊 你只要告诉它模仿谁 它在网上自己找资料就可以开始模仿了 可惜这个new being被微软做了额叶切除手术了 现在已经不行了 还是恰如GPT的效果更好一点 那么问题来了 这个GPT3.5和GPT4 这两个的效果到底差了多远呢? 我这里随便说了几句话给大家对比一下 你是谁啊? 哼哼 我就是派萌 你的向导和伙伴 别装傻了 快跟我一起去探险吧 我是在提瓦特大陆上的一个生物 您叫派萌 我是你的向导和伙伴 提瓦特大陆上 你最喜欢哪个角色呀? 哼哼 当然是我最亲爱的旅行者啦 除了你之外 我还挺喜欢青和可莉这两个角色 勤奈有雅的气质和可莉的活力 都让我觉得很有趣 我最喜欢的角色是旅行者 因为他是我的伙伴 我们一起探索这个神秘的大陆 克服各种困难 打败强大的敌人 曾想花了何忧愁 他是一个勇胆 聪明 善良的人 你能明显感觉出来 GPT4的回答要更有人性啊 GPT3.5的话就更像是一个没有感情的工具人 给到的很多时候是比较机械式的回答 但是如果只是当工具用的话呢 我还是觉得这个3.5更实用一点 因为GPT4的计算实在是太慢了嘛 即便是用了优化之后 每一句之间的停顿也要等很久 网页版的GPT4还有使用限制 3小时25条 说实话也并不是很够用 所以要想免费且实时达到节目开头的效果 那恐怕等GPT5出来之后 你才能用上体验更好 或者是免费的GPT4了 再要不就是看看 接下来会不会有一些比较好的开源模型 可以直接部署本地的 那个也可以试试看啊 好了 现在ChairGPT已经给到我们回答了 是时候把这个文字通过AI的嘴给念出来了 这才是真正的神之嘴嘛 这个文字转语音的操作呢 我们这里要用到的是一个叫做VIT的网络 就是这个 相信看完这个图 你已经非常懂训练和推理的原理了 那我就不多赘述了 通过拿大量某个角色的声音样本来训练 VIT就可以学会这个角色的声线 效果真的是非常不错的 像我们以往这种机器晶都会用传统的TTS解决方案 就没有什么感情 但VIT其实是可以把你说话的语气和情绪给模仿出来的 当然要想让它学会我们想要的声线呢 这个模型肯定是要自己准备数据 自己训练了 训练的效果如何 声音的还原度高不高 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样本数量和质量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次选了派蒙来做这个事儿 因为在原神这个游戏里面 派蒙有整整一万多条语音啊 这么多的样本拿来训练VIT效果就非常好啊 说实话呢 我一开始是不想用派蒙的 这个项目的初衷 我是想做一个虚拟女友性质的数字生命 比如说用个宵宫啊或者诺埃尔啊 或者其他游戏里的各种纸片人老婆角色 这不是挺好的吗 咱们人人都是皮老板 你别不承认啊 但是啊 这些角色大多都只有不到一千条可用的样本 和派蒙这种一万条样本相比呢 就训练效果会差很多了 包括我自己的语音呢 也是从往期视频里截取了三千多条来训练 效果也还行 那不是女友型的角色你也不要气馁啊 你要把我当成女友来用 我也不会介意的啊 有了足够多的样本之后 还得让它一直训练才能出效果 那这个就意味着我们需要极为强大的GPU算力了 这个事情对我们来说呢 反而不是什么问题啊 正好我们现在就在做另外一个项目 有三张最新的RTX 6000 ADA可以拿来用 每张卡都是4090Ti的核心规格 一共144G的显存 哎呀 这个算力应该是非常够用了吧 我们大概只花了20个小时 就训练出了现在用的颇具人形的派蒙声线 同样的工作量可能在一台3060的电脑上 花20天都不一定跑得完呢 当然在折腾VS的过程中我也发现 AI的声音效果好不好 也要看角色本身的声线 像绳子和钟离这种说话比较平和 如果语气没有太多起伏的角色呢 就不需要很多样本也能够出尚可接受的效果 包括角色说的语言也会影响到还原度 像中文的话呢 AI最容易搞错的其实是这种语调评测上的变化 这个念错之后就会显得很违和了 契约书上该签什么名字的 我有许多名字 度假期间的话我会自称个钟离 如果是音节简单的 音调变化少的语言 比如像日语的话呢 对于AI来说模仿起来要更容易一些 你看很多的外国人他们会觉得学中文难啊 其实对于AI来说 想要掌握中文的这种音调评测 想要念一口流利的中文 也是一项有难度的挑战啊 声音有了 是不是还需要一个画面上的形象呢 画形象是容易的 我们在虚幻引擎里塞了一个派蒙 让它说话的时候嘴动起来 这就行了嘛 可是这样的话是不是看着有点呆滞呢 感觉像个僵尸一样 所以我们首先要加一点待机动作 比如派蒙它会一直飘来飘去 然后给它加一些各种小动作 最好我们可以给不同的情绪单独设计一些动作和表情 让它高兴的时候高兴 生气的时候生气 这些动作和表情我们直接参照游戏里做就行了 但比较头疼的是我们要怎样才能知道派蒙现在是高兴还是生气呢 这个就要用到情绪识别了 我们要对ChatGPT给出的回答做一个情绪分类 判断角色是什么情绪的 这个我们可以用BERT来实现 BERT是什么呢? 简单来说它是一个编码器 可以让机器理解我们的语言 并且表示在一个向量空间里面 假设我们现在的判断标准是情绪 那么两句话如果情绪类似 就会被BERT编码到空间里相近的坐标 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坐标来分类了 那么情绪类似这个事又怎么去判定呢? 电脑肯定是不懂情绪的嘛 但是人懂啊! 我们只要手动先去标记一些样本 告诉电脑这两句话都是高兴的意思 那两句话都是伤心的意思 经过训练之后就可以借助BERT来判断各种化的情绪了 具体到这次的项目里 我们是用了一个BERT的变体 哈公大和科大训飞做的PERT 主要的区别是在训练方式上 传统的BERT相当于是给AI做顽形填空 让它去理解上下文 PERT换了一个思路 我们知道汉字的顺序不一定影响阅读 对吧? 那我们把一句话随便挑几个词打乱顺序 再拿给AI看 让它去预测正确的顺序 不也能理解上下文吗? 这个确实是挺有意思 对于中文的效果明显要更加接地气一点 这个PERT试下来还是蛮不错的 首先我们先要手动标记600多个句子 把它们分为6类情绪 有了这个数据之后 它就知道如何在向量空间里滑清情绪的界限了 经过简单的微调之后 现在你随便给它输入一句话 它就能够判断出你是生气还是高兴了 是不是很神奇啊? 有了这个情绪标注之后 我们和虚幻引擎里面已经做好的表情和动作关联起来 一个生龙活虎的AI派萌就这样诞生了 你可以在安卓手机上和它对话 也可以直接在PC上对话 全屏或者缩小窗口都是可以的 比较理想的情况是带个复屏的设备 像我们以前做过的测透改屏幕机箱啊 或者现在也有一些成品机箱 把光区位做成屏幕的呀 还有像这种双屏笔记本 这个地方就很适合放一个数字生命 怎么样还是挺有趣的吧 就像我开头讲的那样 这个小软件我们免费开放给大家 就叫数字生命 每一个人都可以来玩玩看 链接已经放在了视频底下 感兴趣的同学可以直接下载 目前这个版本还是一个Beta版 还有不少Bug我们也在慢慢解决中 同时我们也在准备把它放到Steam上 让你们免费获取 方便让更多人体验到AI的乐趣吧 等有了Steam版之后 我们也会动态告诉大家 包括整个项目的代码 我也打算在整理完之后 开源在Github上面 所有人都可以修改 如果你想帮忙添加更多角色 或者是改进功能 甚至你想换个后端 去支持一些别的语言模型 都可以去尝试 你看这么良心 你要是不给这个视频点个赞 是不是不太说得过去啊 顺便记得关注一下我们的频道 极客玩好了 这里我们就讲一下这个数字生命的小软件 怎么用吧 由于涉及到AI 它其实是有一点硬件门槛的 首先你得需要一台至少9系N卡的Windows电脑 性能要求不见得高 只要是现代N卡基本上都可以 但哪怕你用安卓版 也需要一台N卡的PC来提供计算支持 因为Vis的AI语音合成是依赖Cuda来合成的 这个软件我们是设计成了服务端和客户端两个部分 打开软件之后你可以选API版 API Key不填就是白嫖我们的 或者你也可以填你自己的 都行 然后选择3.5的模型 选择角色 选完之后就可以开启服务端了 如果你想在PC上用 直接本地启动客户端就行了 但是你也可以下一个安卓的客户端 然后通过局域网连到PC的服务端 这样你就可以利用上旧手机来承载你的数字生命了 如果API哪天用不成了 或者你想要体验GPT4 手上有账号的同学 你可以试试这个网页版 首先你得确保你的网络能够连上ChatGPT 这个我们就不多说了 这个网页版应该是一个比较野积的办法 因为直接用户密码登陆会卡在验证上面 OpenAI得验证你是不是人类 很不幸我们这里确实不是人类 所以我们就找了另一个办法 来登陆ChatGPT的网页版 就跟我们之前说的一样 你要确保你的浏览器登过ChatGPT留了Cookie 这样你就可以借助Cookie来扒出你的通行证令牌 把这一串令牌复制过来 我们就可以用了 如果你的令牌失效了 你就重新再去扒一遍就可以继续用了 针对网页版我们还加了一个洗脑模式 直接聊的话ChatGPT可能聊着聊着就忘了自己是派萌了 开启洗脑模式之后 我们就会设置每聊5句话重发一次提示词 强化它的记忆 但是代价就是它的上下文能力会受到一些影响 这个记忆被你给搞坏了 包括如果你想要优化一下提示词 甚至换掉提示词 换一个性格什么的话 那也是可以做到的 反正我们是设置了各种各样的功能 就留给大家去探索了 怎么样 今天这个数字生命的小活儿 只能还是挺有意思的吧 那我们这个努力了两个月的成果 就免费给大家去感受 就当是借这个机会来探索一下AI的各种界限吧 那我们今天这个视频如果你觉得足够有趣的话 超然点赞一键三连 支持我们 别忘了关注我们频道极客湾 也别忘了来我们淘宝店极客湾的店 支持我们的周边各种鼠标店T恤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您认为这期视频很有趣 请务必点赞 分享并关注我们的极客湾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